他投資的那個股票的公司 好像分配股息 結束然後分配股息 這樣寄到那邊 他找了兩個人才找到這個利益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個就差一點點 就是說這個東西如果不行的話 應該多讓他 為什麼他是一個這麼冷靜的東西 那所以我就想說 能不能把音樂什麼東西的元素以外 還能夠加入一個愛情的元素在裡面 而且這個愛情的元素 就是有時空跨約的感覺 那我們就想說 日據時期飄了60年的這封起書 它的原點應該在哪裡 那我們就想到了日巧遣返 台灣曾經在1945年日據時期結束之後 所有的日巧通通要被遣返回日本 那我覺得一個時代的結束留下來 會應該不用遺憾跟仇恨 那應該還有留下親情友情跟愛情的這支架 才對 那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愛情 發覺自從那個愛情的因素再加上音樂的元素 看能不能用音樂 用音樂來化解 遺憾 化解愛情的遺憾 化解夢想的遺憾 把兩段音樂跟愛情的夢想 對於愛情跟夢想的動作 對於化解表 就化樂器 就有兩個年代的動作 化解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應該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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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